好来我们继续玩这一题 音试分解这个 很乱吧 看起来就有点乱 那我会希望你自己停下来 然后去玩这一题 你可能花10分钟15分钟跑不掉 可是 我觉得会比我听下去之后 这直接听下去之后还有收获 既然你已经音试分解写那么多基本题了 偶尔玩个一两题的难题 很正常 那学校应该也会给你一堆 音试分解的练习题目 因为这边其实是还蛮活用 然后把你所学的套进来 好讲那么多废话 也就是你自己先停下来去看它 OK好再来 音试分解它我会怎么做呢 第一个 我一开始也会先去试 我可能觉得123456 六个人到底谁跟谁一组 我一开始拿不定主意 好但是我现在看到说 这两个人啊 他都有Y平方 对不对 那这两个人至少有X平方 这两个人至少都有Z平方 我用四方高的去做分类 好那这样子分类有没有帮助呢 好我来看一下 第一个 我先把这一个写在前面 好不好 这两个人就会提出变成Z平方 乘上什么 X加上Z 那你说老师 左边那一个呢 提出负的X平方 可以吗 那负X平方提出来之后呢 就会叫做X加Z 对不对 那后面你可以提出Y平方 那后面你可以提出Y平方 好我提出正的Y平方 因为这样就会有X 减掉Z 有没有明朗一点了 好那前面的两个人 记得哦是前面两个后面是减的哦 不要搞错哦 前面两个 我再提出X加Z 那就会变成Z平方减掉X平方 再来 这个再加上Y平方倍的X减掉Z 然后呢 然后这个就可以变成X加Z 那这个是不是叫Z减X Z加X 对不对 Z加X 我把它写成这样一下 然后再乘上一个Z减X 好 再加上Y平方倍的X减Z 哇 你有没有发现 人家我刚刚必须得要写Z减X 那后面是X减Z 没关系啊 我就把加变什么就好了 减 好我把它变减 诶 抱歉 怎么会这样 好所以这里就是减掉 那这边就把它变成 Z减X 好我重写了啦 所以再把这里插掉 这里变成Z减X 好不好 减掉 然后这里就变成Z减掉X 好 这个是刚刚我改变的地方 然后呢 我就可以把Z减X提出来 然后就会变成什么 是不是剩下X加上Z乘它的平方 减掉Y的平方 答案就出来了 所以这个叫做Z减X乘上X加Z加Y A加V嘛 X加上Z加Y 最后再乘上X加上Z 减掉Y 好所以最后的答案是这边 Z减X乘上X加Z加Y 乘上X加Z Z减Y 这个就是音质分解的题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